昨天我们向您讲解了夏霹雳的经济状况 今天则是要介绍它其中一个特产 位于夏霹雳的安顺水清山秀 正好具备了养殖肥美和鱼的有利条件 造就了近年来当地的养鱼业蓬勃发达 夏霹雳专题第二篇一起跟随镜头走入鱼排场 看看业者如何养殖出一片春天 坐落在霹雳河下游处的安顺 地理位置接近海口 自然独揽 潮起潮落 得天独厚的环境 也就是俗称的活水区域 相比上游 安顺的河水更干净清澈 氧气含量高 特别适合养殖河鱼 水质优良没有污染 再加上河水经常流动 养出来的鱼更加活泼 肉质更紧实 经过烹煮后 并没有一般淡水养殖鱼的泥土味 反而更添一丝鲜美 然后我这里大概有六七种 六七个品种 是以巴丁为主 然后巴丁也有大概四个品种 有这个巴丁墨 高崎巴丁 巴丁墨 还有这个黑巴丁 然后其他的鱼有金凤鱼 白苏丹 巴丁墨 还有这个宏伟的巴丁墨 如果是黑巴丁的话 从鱼苗养到大大概是七个月左右 它就有一公斤 然后如果是高崎巴丁的话 就要大概十三个月到十五个月 才有一公斤 来自以堡的夏维宇 九年前偶然来到安顺 看中这里的水质家 于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设置了两个鱼牌 没想到河水的馈赠比预想的来得多 夏维宇趁着打铁加码投资 如今他的养鱼场 已经发展四十多个鱼牌的规模 更方便进一步扩大 买去大酒楼 比较famous的那个餐馆 都用我们的鱼 因为这个河水比较OK 比较漂亮 因为它的河水的流动性比较强 那个鱼一直在游啊游啊游啊 所以有运动到 那个肉也比较结实 目前只养红非洲了 迟一点我会加一点 市面上都比较大中化的鱼 八丁啊白虚公 养鱼业最怕水塔偷食 还要时刻提防 居心不良的偷鱼贼 一个不小心鱼网破裂 鱼池里的鱼全部溜走了 损失惨重 起早摸黑是基本标配 年轻人不愿意做 工人请了又走 各种心酸有苦自知 趁着安顺吹起观光体验旅游 这股东风 夏维宇早已锁定目光 未来永逸在鱼排场发展 水上餐馆和民宿 提供养鱼捞鱼 看鱼吃鱼的一条龙服务 将鱼排场的经济价值 发挥到淋漓尽致 我年轻人消失忆